Hello大家好,我是看新一期视频 那么本期视频开始之前,我一直要先啰嗦几句 那么我最近跟我的朋友彩虹他细数了一下就是关于最近活动出的一些武将 从就是说祈福出的一些特殊武将开始 豹三娘啊,曹英啊,然后邻居啊,司马辉啊,陈琳啊 然后那个再加上雾突鼓啊,关锁啊 还有一个是杨修啊,对不对 这些都是祈福活动出的一些武将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三国沙在出武将这一方面就是越来越不走心了 因为我朋友彩虹之前给我看过一个关于三国沙的就是创 就是由来的,应该说历史的一个视频吧 就是说他是在怎样一个环境下创造出来了怎样一款 就是说这一款游戏我也很好奇 他开始其实是模仿了一个游戏创造出来的 这个游戏是什么我已经忘记了 但是这并不重要 其实我想说的是为什么现在三国沙给我们感觉就越来越没有乐趣 我甚至很怀念就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 比如说中午午休的时候 借助那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啊 掏出一副三国沙快速的啊 几个人聚集到一起玩个八人场 那时候可能都没有什么现在SP这么强 那个时候一将成名好像也只出到了一将二 好像是我想想一将一将四 那个时候连夏侯士都没有 就一将五是没有的 那个时候最最晚好像只到一将四 SP也只有仅仅只有几个 那时候也才刚刚更新了界限突破 我们那时候飙风啊 或者说玩火灵山一将一二 都已经玩的就是说热火朝天的了 那个时候就玩的真的很开心 可能就是说简简单单的武将 才能引起大家就是说莫名其妙的关注 也不是莫名其妙 就是说更多的关注或者说青睐吧 相反那些就是说 技能强度强到不能再强的那些武将 或者说读起来很难理解的那些武将 反倒是不怎么受欢迎 我记得视频里面有讲过一个武将 这时候我把link来讲一讲 就是新现音 这个武将他说就是说 把中剑跟才使两个人 就是说拿出来一起讲 看上去像一篇像一篇就是说作文 他说出牌真的限一次 你可以展示一张手牌 然后展示一名其他角色的X张手牌 X为其手牌数减体力值 对比你与其展示的牌 若包含颜色相同 你摸一张牌或气质其一张牌 点数相同 本回合此技能改为限两次 都不同 你的手牌上线减一 有那么难理解吗 就是有有有那么有那么拗口吗 我觉得确实挺拗口的 展示你跟他的手牌 一样怎么样 不一样怎么样 点数一样怎么怎么样 那有人说 他又讲到 其实张和当时出的时候也挺绕口的 巧遍 你可以弃制一张手牌 并跳过一个阶段 若跳过摸牌阶段 你可以获得至多两名角色的各一张手牌 若跳过出牌阶段 你可以移动场上的一张牌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理解啊 虽然字也很多也很长 但是就是好理解 可以跳阶段嘛 一二三 跳判定 跳出牌 跳气牌 跳判定 跳摸牌 跳出牌 跳气牌 就四个阶段嘛 对不对 特别特别好理解 那反而到最后就是为什么就变成了这样呢 就是为什么会变成像一将成名七里面 星陷阴这样子的 技能强度这么 技能长度这么长 然后并没有什么用的一些武将 这个武将我真的没有觉得他有多少用 一将七里面 就是说平庸的平庸 强的过分的强的过分 比如说那个 琴蜜 面杀的时候 就是说1v1的时候不要太强 甚至说在多人场的时候 有些场合他的作用也比某些武将大得多 至少他比星陷阴要有用吧 作为一个攻防兼备的武将 他至少比一个星陷阴一个纯 纯辅助有用吧 还有无限 无限的辅助能力也是非常非常强的 回合外 回合结束 甚至可以用黛燕去杀人 还有徐氏 徐氏如果 徐氏如果就是说用的好的话 徐氏如果真的用的好的话 他辅助 真的可以秒掉一个人 真的 还有鸡康这种特别特别特别 就是说 怎么说呢 一个不动白 鸡康说实话就是一个不动白 你只要不动他 他也没有扣到一点点血的话 他就是个不动白 那个视频里还讲过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武将 就是说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面 但是我们却没有了 像往常一样玩火灵山那样的初衷了呢 就是说那么那么强的 就是在我们那个时代的时候 火灵山那个时候 或者说甚至包含了一将一 风铃火山一将一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全部 我们可能就是说 某一个人选到左词的时候 我们会兴奋的不得了 你有左词 你运气好好 可能选到鲁素的时候 哇塞 这把又有鲁素 好恶心 可能选到蔡文姬的时候 也会就是说左右为难 到底杀还是不杀 杀的话要断 不杀的话 他要在那杯葛很烦 这种武将 或者说灵包的曹丕 杀他要翻面 这种武将的存在 简直就是说 就是说让你会觉得 真正就是玩一个策略游戏 而不仅仅就是说 我们在比武将 我的武将比你强 我就可以赢 现在越来越多的武将 就更倾向于 就是说比武将 我的武将比你的稀有 我的武将比你强 那我就会比你强 简单来说 ST新出的几个武将 都是这样的 比如说观索 我就拿最简单的观索来做 观索是最无脑的 只要有人死了 就可以摸牌 有四个人死了 就可以觉醒 觉醒完了之后 武圣当先至蛮 再加上邪方 这个辅助技能 基本上一把一天杀全场 就是这样 很简单很简单 还有邻居这种 回合内有输出 回合外有辅助的这种武将 伤害加一 伤害减一 这样子的存在 简直就是让你 无处可逃的这种 新出的徐荣 这个武将 我就简单的看下技能 我都能感觉到 这个武将有多暴力 他就是那种 让你就是说 第一回合 就一回合死的 都是不知道 怎么死的存在 包括孙鲁豫 如果你上家 有个孙鲁豫 相信你会死 就是说 烦的要死 你不能放紧囊 然后你的 你用的手牌 受你当先血量的控制 然后你只能去杀他 但是如果你杀他的话 势必就会失去 杀别人的这个先机 比如说 如果他是忠诚的话 那你就会失去 杀主公这个先机 可能你在 动孙鲁豫的时候 主公会花大把大把的时间 来养状态 对不对 还有所谓的 就是说抱三娘 这种转化类的武将 场上都可以出现 都可以把它转化为 出现关锁这样的武将 我觉得真的是 你想都不会想到的 这样子的 还有赵湘 他是谁 他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我有可能是八血的孟祸 我有可能也是八血的戒关羽 真的你不知道 就是说 就真的你不知道 你是 就是说 会是怎样一个结果 你连自己都无法预知 再看新出的雷包武将 雷包武将 我跟彩虹探讨了一下 好招 周飞 两个强力的辅助 诸葛詹 可以可辅助 可输出 陈道跟张秀 两个都是非常出色的输出 尤其陈道 他甚至可以告诉你 我使用的第一张牌 无距离限制 我使用的第一张牌 我使用一张牌的时候 我可以让他不被响应 就是我每个人杀你 你必须扣血 管你是不是什么辅助 辅助能力再强的 什么真鸡啊 什么八卦啊 什么卧龙啊 什么的 不管你 还有张秀 这个武将的出现 可以说是 就是说 我可以告诉你 你可以有很多种选择 我有一百种方法让你死 你要怎么死 其实在界限突破这个模式的武将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发现这个游戏正在慢慢发生着变质 当这种戒关羽 拼点之后 不能打出手牌 非锁定计失效 马超这种 直接锁定计失效的 非锁定计失效这种武将存在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知道这个游戏已经正在悄悄的发生变化 但是我们只是没有想到 就是说变化来的这么快而已 因为当时界限突破也只有这两个武将就是克很多很多很多的其他的武将而已 再追溯到再早之前 也就是可能我们会觉得卖血流比较让我们觉得头疼一点 于是出现了张春华这个武将 绝情会让你就是说 绝情会让你就是说这个武将当看到张春华的时候 你郭家等于知道完了 我有个克制我的武将 为什么就是说现在的武将就变成了这样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武将就说没有了我们当时玩的这样的兴趣 就是这样一个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边风也不得不出新武将 因为你始终玩这一些武将 你总会腻的 当然他也要想办法赚钱 比如说你你不可能一个游戏 你永远只死守着你风铃火山 这四个四个包的武将你守到结束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虽然说这几个包的武将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回忆 但是永远不更新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永远就只有这些武将可以玩 那么没有创新的话玩家势必会变得越来越少 但是创新归一创新是创新 但是创新出这种类型的武将就不是 不是说就是说我们能决定的事情了 当然出现的时候出现的时机也刚刚好 可能到我们一筹莫展没有觉得没有新武将玩的时候好 刚好出现了戒马超戒关羽这种强势的武将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可能一次两次是耳目一新 多了就疲惫了 真的没有必要了我觉得 就是你不会觉得这样的武将有多么多么强 反而觉得就是这个游戏在随着运营它越来越没意思 但是没办法这是为了生存 他为了活下去他不得不出这一系列的武将 也不得不出类似于什么祈福啊 点灯福利啊 越来越多的包啊这种武将 不然他怎么赚钱是不是 其实我能理解三国沙当时三个创始人 他们的初心其实是好的 但就像孙上香他说的一句话 这王台词一样 东途难归初心难追 可能你们就是说在做这款游戏的时候 只是单纯的就是说热爱而已 但是随着游戏的制作 你们会发现这个游戏逐渐在变质 可能当初对这个游戏的满腔热血 也逐渐被金钱所吞噬吧 也可能是为了让这个游戏活下去 所以才不得不设置了一个又一个的关卡 设置了一道又一道的就是说难关 但我想说这些年来玩三国沙的真正都是一些我们这些老玩家了 新玩家可能看了看了几眼 不合适的话就立马会退游 也不会待太长时间的 所以说 这个游戏我是真的不知道就是说该怎么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它走下去 当然以后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也未可知 但是我只能希望就是说他能走的时间 稍微比我们想象中长远一点吧 不要就是说短短的就是说几年就允 就是陨落了 虽然现在正在陨落中 好 那么今天视频的主题其实就日常系列 开局废话了十几分钟 你们不喜欢的话可以跳过 今天视频是日常系列 而且没有什么保证 有些打的还可以 有些打的其实一般 像我这放的第一把我觉得打的挺一般的 因为就像清水文一样 就是没有什么特点 它只是仅仅只是一把八人军针而已 好 开局曹批过 然后蔡夫人窃听仁王盾这个举动 什么身份还不好说 反贼有可能 忠诚有可能 因为不管是谁 我都需要一个仁王盾保命 但是其实反贼的倾向更高一点 因为主攻这里也不要了反贼 司马懿这里过了什么 反贼 反贼 因为 司马懿没有动主攻吗 标个忠诚 这个许诗就是所谓的 谁跟我问卦 我都跟他问 我都跟他摸 我不管 又一个犯贼 但你会发现 这里人头不对 其实这里 蔡夫人是忠诚 因为我说了 开局窃听这个举动 不能完全说 他是一个反贼 那很明显的 这边就是中内了 先标个内奸吧 随便猜的 杀一刀完杀 其实南蛮可以留守的虚报 但许诗这里马车不传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了 其实马车可以传 真的可以传 然后他把我们的南蛮入器 给丢了 猪队友啊 这是 假许有南蛮 其实我觉得肯定要坑手里的 这里南蛮其实可以选择开 开了在乱五就可以了 但是这样做 可能有点就是说 会赌一把 这样可能会有点险 因为左慈那里 手里如果死的话 不知道什么牌 你这两次请勤气的牌都跟神经病 然后弃了我们一张无懈可及 可以乱五了 其实刚才南蛮就可以开了 如果他不丢的话 好 好 来看这把录像 这把也挺清水文的 因为这把我感觉 主视角玩家完全就是平 就说运气赢到了最后 而且这把我甚至觉得有点小学生 哎呀 哎呀 妈呀 稍等一下 哎 这该死的三国沙客户端什么时候 他能把这个修复 就是你登录的时候 莫名其妙 他就会突然掉线 我时间也不长 我登录了也就 呃 一个小时不到一点吧 他就莫名其妙让我掉线 好 不管 这把视频其实我们继续讲 也有点小学生的 因为就是这把主视角玩家 他很小学生 因为他也做了就是 我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情 就是 秒忠诚 告诉你们好了 好 二号位的姜维乐翻了 这边 徐氏忠诚 小样开局顺利 你还 还做了个擦汗的动作 你不就 你不就是个反贼吗 好 这边李如跳出来 我这边觉得中 中 内间的话 徐氏跟李如都有可能 我这边先标个徐氏吧 因为李如当内 也很多的 这波漂亮 这波漂亮 我这边 他明显的很了 他两个都是反贼啊 明显的很了 这两个都是反贼啊 张伟跟陆季直接无视了 这个橘子有点强 我本来想说只要熬到徐世浮诸的阶段的话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这火工伤了呀 太伤了 陆季还挺聪明的 他这张雷沙打到我们鲁汁身上的话 徐世其实这把就可以发动辅助了 对象就是姜维呗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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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张辅助牌 我都猜到了 我要是江湖我就不去挑衅乳汁 因为毕竟有魏镜 而且你既然火杀了就不要寒冰了呀 你看不然这把鲁汁都死了 过 这么多牌没有杀吗我就不信了 其实也可以跟孙上香换一下无所谓的 哎呦这闪电挂的真是 好点金之笔 就是这个闪电 其实这把对面我觉得反贼有很多能赢的机会 但是他们都错过了 哼 我有点想笑 好来看这把录像 这把我们是两号位的忠诚主 是讲玩家选择了周苍 主攻选择了黄中 这把这把视频教 就是告诉你什么叫做 就是说配合 前期其实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看的意义 到后期才有意思 好 忠诚一跳出来 然后这边反贼 忠诚二跳出来 那身份明显了呗 我觉得两个都能当内剑 但是我觉得鸡康更香 因为鸡康比较被动 王鸡怎么连八卦都丢了 其实可以九雷杀 因为万一有桃就不好搞了 可以 有可能手点快了 有可能是跳内了 但是我觉得这么早跳那也不太可能 对周泰发动结缘是最没有意义的 你火攻他不是火攻你自己了 真的是 这都不奋机啊无所谓了你都反正死都要死了 你还不如奋机一下 漂亮漂亮 不去管能结缘的邻居直接杀杀王鸡 组合就在这里啊我们的中勇跟黄中的猎公配合 只要是红杀的话就可以猎公 不用出逃旧他自己也不一定 漂亮 再来一刀 杀邻居只是因为邻居比较好死对 再来一刀火杀 杀左辞是吧也是因为他脱管了不降 继续啊 因为内奸没死他不能发动黑色的牌当那个结缘用 而且我觉得如果我是周 我是周就是忠诚的话 我都做成这样了 主公应该会完完全全相信我们了吧 结果主公这里特别特别谨慎 你看他怎么打的 你看看人家内奸都清闲你了 你这边还又拆他又拆我 还要开南蛮这么小心吗 如果我是那如果我是忠诚的话 我会清闲你吗你觉得 真的想都不带想的 你觉得我要是一个忠诚的激康 你杀我我会清闲反扣你险吗 当然不会啊我是你忠诚啊 为什么要这样对你 这把我们是两号位的反贼 主公选择了蔡文基 我们这边选择了王毅 然后开局的这五张手牌爆炸的呀 直接把主公怼死了你知道吗 其实保险点可以问问挂一下许诗 万一问来一张酒的话 岂不是更舒服吗 然后这边特别有意思的是赵云居然是内奸 你一个内奸你开局蔡文基顺我们给他打无限干嘛 反正还没死成什么样吧 只是就是说一个一写的一写的王毅而已 而且王毅一写才真正开始发挥作用 来看下一把 这把我们五号位的反贼 主公选择了分册 我们这边选择了神吕布 为什么二号位的董营你们都会以为是反贼呢 你看 主公是花样作死啊 这招是没有任何意义啊 这把赢得简直太舒服了 这把赢得简直太舒服了 好 来看这把录像 这把我们七号位的忠诚主公选择了马良 我看到了降化熊我笑了 我们这边选择了神赵云 开局这个借路讯是跳了个忠诚吗 但是我不太相信呢 都是沙有什么好看的 还要跳花色吗 还要跳花色吗 你开局是要刷光排队吗 还好你马车没船出去 还好你马车没船出去 脸色 他辅的是谁啊 我都好奇了 还是添过啊 8的辅的居然是我们果然是我们猜的还没错 不过这边主攻也是蛮刚的八卦就是试死不丢 绝对 觉得吕布挡路了是吧 但是我觉得这边借路迅这个举动有点像内 但是也不好说 有可能真的只挡路了 果然是内 顺什么八卦 这时候肯定顺加一或者顺手牌了 哇 主攻这里发现陆迅的不对劲了可能 我觉得这把戏制裁 就是说他们输就输在太专注于把注意力全放在主攻身上忘记了一个两血赵云 可能这两血赵云有什么用 直接打主攻不就行了 但是两血赵云很有用的吧 很多很多就是他的辅助 很多很多的辅助都是他打出来的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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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我们赵云不死 主攻根本不会死 你要么选择收了黄云 否则的话你根本就不好打 黄云因为黄云一定会是我们的菜 现在我们手里基本上全是桃 我们这边红桃是桃 方块是火沙 草花是闪 黑桃是无切可击 死了 好来看下一把录像 还有三把直接放完算了 因为今天看头讲了十分钟的废话嘛 这把我们六号位的忠诚主攻选 这把为什么会在这里 不对不对不对 不是这把 看错了 那把视频是一个 就是说被断掉的视频 所以我就没有打算用它 结果不小心为什么还是截到这里来了 这把应该会选 我刚好说应该会选司马辉 结果选了个王鸡 吓死我了 这把我们一号位的主攻 主持有点玩家选择了王鸡 咳 其实运气还不错 开启这些旗帜牌啊 法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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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